大家好,我是陳薇 我是來自香港的一個寫小說的影 我在2018年來到台灣 在過立台北藝術大學電影系叫《片角》 可千萬不要回來 我給你一個錄音筆 就是為了讓你了解情況 不就是不能見面嗎 今天是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 自製自由行跟台灣的朋友見面 希望你們就是都喜歡這一部電影 不在原來的地方生活 對我來講比較被動的 那我想回去回去的狀態是沒有選擇的 香港是一個不能取代的一個 在我心裡面它是有一個位置 可能就是叫故鄉吧 它就是我的故鄉 因為我的價值觀 我姐一個人今天姐一個樣子 是從哪邊開始的 那就是我的一個故鄉 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不在原來的地方生活 對我來講比較被動的 那我想回去回去的狀態是沒有選擇的 雖然也一樣就是我從來都比較游離 都比較在體制以外 就算在自己的那個國家也都是流亡 或者說流離的狀態 我是在什麼地方我都有一個異鄉人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姐也是跟一個創作的人 她的賞法有關的 我就是要跳開來一點去看哪一個地方 就是我是不太容易去找到一個 就是我是 belong to 一個地方 我覺得有一些更重要 就是我對一個地方的一個觀察 我怎麼樣去理解這一個地方 比我在姐一個地方有沒有歸屬感 我覺得是更重要 我在來香港之前 我經常會和別人講 說我的我有一部分的歸屬感 或者我精神上 比較像家鄉的地方是四川 因為我的拍攝在那邊有十年 然後我太太四川人 然後跟他們的家族的連結也非常深 那我的過去的電影 也都是跟他們的家庭一起做的 將近十年在香港的生活 一方面我不得不跟四川中斷 另外一方面也確實讓我對香港有部分的歸屬感 這個一定也是非常明顯的存在 包括現在我正在拍的片 又是我在香港的自己家庭 內部發生的 就我跟我小朋友一起玩 他就是在香港長出來的 那麼所以多少是有的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比較的問題 就是也不要把自由變成是一個很二分發 在幾邊就自由 在另外一邊就不自由 好像是我從前在香港 相對來說他也是很自由 但是我看見很多不自由的命運 他們就是二十多歲 然後就是為了要供一個房子 他就不敢去賺工 然後他就一直在那邊 就是為一個幾八萬的一個房子 他一生就是這樣子 就是他的命運是不自由的 你問我今天我在這邊 我有自由 我有這樣的自由 我自由是我可以自由來去 但是香港很多人就是我們知道 就是我們覺得是一個很基本 公民的一個要求 就是他們去賞街 他們去有一些詐會 然後他們就被捕 然後他們要給送到老裡去 他們是外在的自由沒有 但是我覺得就是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他們是有一個很自由的一個林雲 過去的話會会有很多避諦 還是會有很多自覺的一些自我的規避 無論是電影放映活動 還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都會因為恐懼而有自我審查 這個都非常日常化的 在中国的环境里面 那么至少在十年前的香港 这个部分的考虑是几乎没有的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台湾也几乎是没有 到今天为止几乎是没有的 那么这种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就香港作为我人生当中 生活特别长的一个地方之一 那么我当然会感受到 这种自由的消逝 最近的几个迅速的表现 因此会感到痛惜的 会有的 有什么更难过 就是你在你的家里 但是你是一个异乡人 就是我都不应对这一个地方了 是这样的一个 要是我对这一个地方是没有感情 就是好就是这一个地方 我看不过眼我就走就好了 对不对 只能就是我今天这样去做 我想今天我是不会去香港的 留在台湾吗 留在台湾就是 也不是一个我一个人可以确定的事情 就是我要留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身份证 还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还是生活是最重要的 你怎么样过每一天 就是一天一天这样过下去吧 就是今天我在这边生活 这是一个事实嘛 根本上来讲 我没选择嘛 因为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选择 那现在有一定的选择的地方是 留在香港还是不留在香港 在目前的时间段里还有这个选择 唯一的是这个 那我目前的选择是留 如果今天的眼光 重新用一个有时间距离的态度来回看这个故事 就是最早发端 跟创作完到现在三到五年 其实我都已经不太认识电影里那个世界了 因为电影里那个世界是三地的关系是那样的 然后台湾处在一个缓冲地带 那香港在一个不明朗的环境中 那么这一家人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还能够去实行 现在的话可能都非常的不同 我的弟弟刚刚跟我说他要离开香港 他要去英国 所以其实是可能我们下一次见面 就是在一个台湾跟香港以外的一个地方 那是我在写自由行的时候 是我怎么样都想象不来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是电影它本身这样的一个价值 就是它跟这一个世界明妙的一种作用在里面 其实这一个世界跟我们当初在做这一个电影的时候 那个世界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 是不是台湾人把它看出一些自己身上的连接跟投射 或者看到的很多这个电影里面的旅游的场景 不仅仅看到的是挺漂亮的风光 会不会有看到一些别的东西 这些我都觉得现在是未知的我的角度 那可这是好的 这才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因此我都挺期待看看反馈是什么样的 解一的事情真的超方谬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然后解一家人是要这样子才可以见面 但是我今天看是 我希望台湾的观众可以看出来一个 时间就一直这样往前走 然后这样的荒谬都已经不可以存在 上次说香港是你的家 那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 异乡人 这也是电影它 就是我说伟大是把哪一个时空 就是我们把它留下来 历史不会记录怎样小的一些人 但是它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参照 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曾经它是这样子 然后解一种经历 我们在今天我们要都可能不冷 是这样子 这也就是个人 这样子